又是啦,每当我们手楼上有的方程组是轮换方程的时候 也就是X和Y的位置刚好倒转了 那天我们都会有冲动想把两条色互相加或者减 一般我们都会倾向减的,因为减完出来的那条色 我们手标的东西会相对地比较少 如果我们把两条色相减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条这样的色 就是X的平方,减Y的平方,减15个X,加15个Y 这个东西是比较0的 然后分解了它,我们就会有X减Y 又或者X加Y,减15的 那又是啦,我们看到一件东西乘以一件东西等于0的话 那自然离不开,要是左手边的东西等于0 也就是X等于Y 那又或者 右手边的东西 也就是X加Y等于15,成立了 那然后我们下一步可以怎么做呢? 有两个condition 那我们就会把这两个condition apply到上面的其中一条色度 那例如我整理第一条色 那apply的意思呢,也就是我们再一次拿来联立了 也就是5X的平方 加4Y的平方 减10X 加5Y 这个东西等于0 那又或者 一样啦,我们都是apply到第一条色度 5X的平方 加4Y的平方 减10个X 加5Y 这个东西等于0 那然后我们就开始solve它啦 那好像左手边那样 就是X等于Y 也就是 把上面的色有Y的东西 就全部用X来代替了 那所以呢,搞定完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一条 9X的平方 减5X等于0 一条这样的色 那右手边呢,同样道理 把Y的这个东西就变成等于15-X了 那解到出来呢 我们就会有一条 9X的平方 减135个X 加975 那然后我们先看看左手哪个 左手哪个很简单啦 这个可以被拆解拆到1个X 就是9-5个X 这个东西等于0 那所以我们解了出来呢 X1 就等于0 Y1 都是等于0 X等于Y 那第二个解呢 就是X 第二个解呢 就是5 over 9 那Y2 也是5 over 9 而右手边这块呢 就特别一点 这一条二次方程 这一条二次方程呢 那这一条二次方程呢 我们如果看看它的Determinant呢 也就是B的平方减4AC 135的平方减4乘以9 再乘以975呢 那你发觉135的平方 约莫万多啦 那不够这一堆东西的 那这一堆东西呢 那这一堆东西呢 就将会少于0的 那所以呢 第二条方程的这一堆东西呢 就发觉是无解的 没有实数解 那就是没用啦 那第二条方程对于我们来说 没用的话呢 那我们就 只得 这一次方程 早的解呢 就只有这个了 就是这两个 第一套就是XY同时等于0 第二套就是XY同时等于5 over 9 那就是这样啦